另外,华丽县议会召开了亚洲水泥富士村石林后方土石崩落 以及行程山沟现况简报资料转案会议 召集人、傅国渊邀集了亚泥公司花莲厂 华丽县政府水保署、秀林湘公所和富士村的村民 讨论未来整治的方案来保障村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零四零三、零四二三以及后续的余震 造成富士村石林后方的山区土方崩落的情况 为此,华丽县议会并且召开 亚洲水泥富士村石林后方土崩落 以及行程山沟现况简报资料转案会议 目前的整治移除计划可能阴线地仍不稳定 如果破坏、破脚的话 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土石崩落情况 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对于紧急疏散应变计划 他建议你可以征测、监测、滑动相关仪器设备 再来就是我们经济部矿物局的矿物中心 由我们仪技师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个审查意见 就是说施工期限应该备注这个事业主管机关 何可为准 紧急防灾计划无涉及矿业开发 所以施工期限建议再把它厘清 亚洲公司花园副厂长由向林表示 确认亚洲水泥为水土保持义务人 并且提出防灾整治计划送到花园新政府 由平科大进行审议 自从0403的这个地震以后 我们亚洲水泥依水土保持法的水土保持义务人 我们提出了紧急防灾的计划 那紧急防灾计划我们在很快的时间提出来以后 目前在由县政府交给屏东科技大学的教授 来做审查委员来审查中 尤其在8月5号已经召开了第一场的 现刊的说明会跟审查会议 那目前我们也已经收到这个审查意见 然后我们会依照专家的这个审查意见来 赶快办理那个修正 那修正完以后再送给专家做第二次的副审 只要这个计划一通过之后 我们就会马上去做那个现场的紧急防灾工作 包括一些那个现场的崩落的土石的清理 跟现场的那个防湿墙的那个设置工作 专案会议召见的副国员 最后并且才是在波士兰部落 尚未进行正在附件工程 或是其他紧急防治性措施之前 建议前面做监测系统 并将市井通报能够串联到当地的公所 派出所或是地方事务干部 旭温乡富士村 石林边坡0403正在附件工程 在5月29号 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含核定并为下方住宅区域设置 防灾落实山的设施 请掌握工程加速处理 欢迎政府含请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随途保持科技服务中心待会审查 华林县休林乡套鲁格段 152D号及波士案399号 树壁土地地震警及防灾计划 月113年8月5日召开第四审查 也请亚洲水泥股份员工事 随途保持义务人 一审查意见完成修正 后期如有相关审查会议记录 历次修正意见对照表相关程序 也请一并公函资本会 以及专案小组议员 记得请问黄色佬